Hi 大家好 英國最近出現了一個新的減印花稅政策 如果你現在買一層英國樓和以前買一層英國樓 你的印花稅相對來說又可以便宜了多少呢? 不如我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計算 其實這個減印花稅政策是以你收樓的時間去做計算的 而它亦是在2022年9月23日開始公佈 即是你一層樓如果在2022年9月23日之後才收樓的話 你便可以享受到這個新的減印花稅政策 英國樓就是以全球的樓去做計算的 即是如果你從來都在全球沒有買過樓 而這個新物業是用來做主要住所的話 你便可以用一個首次買家印花稅的計算方式 現在政府這個減印花稅 就以原本的樓價30萬英鎊零稅率 提升至到42萬5千英鎊零稅率 即是如果你一買一層42萬5千英鎊或者樓下的樓的話 你就不需要付任何的印花稅 而和之前相比的話你就省了6250英鎊 而且今次亦都將首次買家印花稅減免樓價上限 由原本的50萬英鎊提升至625000英鎊 即是如果你現在是買一層625000英鎊的樓的話 原本你就需要付21250英鎊 但現在頭的425000英鎊就是0% 之後425000英鎊起到625000英鎊 就會是5% 你只是需要付10,000英鎊印花稅 即是相對來說 你in total 就減了11250英鎊 我知道有很多香港人在世界不同的各地 又或者香港都會有樓的 即是如果你現在買的這層英國樓 就會是你用來做投資房租 又或者是你的second home 今次的buy2let和second home的印花稅 它也是同樣地在減印花稅的政策當中 它以原本樓價125000英鎊起跳 上升到樓價25萬英鎊起跳 這個buy2let和second home的起跳 就以3%開始的 如果你現在買一層 無論是多少錢的樓 只要你是second home 或者是buy2let的rate 相對來說 都會減了2500英鎊 而且因為大家香港人仍然是 overseas buyer 所以這個overseas buyer surcharge 2% 仍然會存在 所以計算的時候 要加這2% 但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英鎊跌了這麼多 而印花稅也同時減了 所以我相信現在應該是一個 入手買英國樓的好時機 好啦 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Bye Bye 1 2 3 Everybody All the best Bye